213. 星島日報 北水熱捧人和商業美彈園打造農產品電商 2015年7月13日投資王企 226宿中產理財曾永六美股上週五顯著上升超過百分之一 市場認為希臘新提交的改革方案將獲得國際債權人制納 令希臘不會出現債務違約及脫離歐內區 同時內地股市回穩 中國股市連續兩日大幅反彈 令全球金融市場氣氛明顯改善 易利好美股的表現 道瓊斯指數上週五收市報17760點 升211點 納斯達克指數報4997點 升75點 標準普爾500指數報2076點 升25點 在全球股市氣氛好轉下 相信短期會推動美股進一步回升 不過相信道指在18000點以上會有一定的壓力 港股經歷了驚險的一週 次上週三一度大跌超過2000點 收市回穩也創下了最大單日點數跌幅的紀錄 不過到了週四及五的顯著反彈 卻令爭炒數收復了大部分的失地 事實上 今次跌狼 市場將所有原因都推在中國的政策混亂上 這一點不否認 可視週三的跌勢 當中一定涉及一些大戶大手估期指鎮倉活動 而週四及五可以即時反彈 這代表大戶在低位應該收了不少股票 亦代表爭炒數基本上而見底 短期就算有波動 應難再跌穿23000點的關口 週四及五反彈最急的 是一重大跌的三四呎任 升幅超過50%甚至在低位反彈一倍的遺數不少 結果有些股份不單收復前日的跌幅 更回升至上週的水平 為何如此? 內地大戶轉戰港股不少分析都覺得 今次跌狼 令不少內地炒家園氣大傷 但從週四及五港股的情況內看 事實並非如此 甚至一些具實力的內地投資者 已經將戰場由 A股轉移至港股 原因是對比內地政策多變 以及流通性會突然收緊的情況 內地投資者會發現港股的健全機制 反而是更佳的選擇 所以未來內地炒家可能會更熱衝炒賣港股 故此 港股不一定成為內地的提款機 反而可能會有更多資金流入港股之中 七六十五億收購利盡如果現在選股 可能要選一些受內地投資者歡迎的股份 其中從無港通開通之後 成為南下資金最熱捧的人和商業1387 可以留意 人和商業原本的業務為在中國發展 租人和管理地下購物商場業務 不過該公司正部署轉型升級 計劃打造成為中國最大農產品電商平台 人和商業早前公布以65億元收購利盡 其中50.2億元以股份支付 每股作價為0.41元 余下14.8億元以貸款的形式支付 故此早前股價跌穿0.4元水平 其實相當吸引 這亦解釋了為何股價能在週四及五急速反彈 更重要的是 利盡為全國最大的農產品批發市場營運商之一 擁有十五年以上的經營經驗 經營團隊達三千人 同時利盡從早後 將在中國六個城市營運八個農產品市場 包括哈爾濱、齊齊哈爾 沈陽、貴陽、卯彈江和壽光 佔地面積達113萬平方米 在前景更值得憧憬下 人和商業雖然反彈較快 仍值得留意 陳永樂、財經專欄名家 請親吻 請來 請記 card 請介紹 平方 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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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記